这些气味对兔兔都不好 第一个 烟草烟雾 二手烟中的化学物质 对兔子的呼吸道是非常有害的 可能引发呼吸道问题 甚至增加肺部疾病的风险 二 化学物质的气溶胶和空气清新剂 这些产品中的化学物质 如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会刺激咱们的兔子的呼吸系统 导致它的一个过敏反应 呼吸困难甚至就会中毒 三 张脑丸 张脑丸中的化学物质有毒 兔子如果吸入了张脑丸的气味 可能会引发呼吸问题 或者神经系统的中毒 四 强烈的化学清新剂 含浮 漂白 安水 这样的一类的化学清洁剂 气味非常的刺激 兔兔接触的或者吸入的时候 会造成它的一个呼吸道的损伤 或者会这么中毒 五 油漆 油漆的吸食剂 或者胶水 这些产品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会对我们兔兔的健康 造成非常不可逆的一种损伤 当然还有第六点 香水 香水中的一个香精和化学成分 可能会刺激我们的兔兔的一个敏感的一腔 造成呼吸道的一个不适应 或者会有一种过敏的一个反应 第七点 腐败的食物的味道 腐烂的食物散发的腐败的气体 对兔兔是有害的 激怒这些气体呢 可能会影响其消化系统和整体的一个健康 嘿嘿嘿 这些气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所以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所以看完那么多点 你学会了吗